他掉到一个几乎没有人会去的据点之后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既然没有人会去 他就在那边当三大王啊 他是排长啊 生意他大 那所以他就不用做事啊 他毕哥他妈会去做啊 问题是他毕哥也不用做事啊 因为那个据点没有人会到啊 所以他从此就很爽的过了一整年 那这就让我想到 我这一年到底在干嘛呢 我这一年每天都在连上被执行海长 当然有人啊 其实我跟他不同连 那但是呢 可能是因为我不够赖把 没有被调到那个废去的据点去 那所以呢 我每天都被骂得跟猪头一样 你知道吗 大学毕业生 他去管理 一大堆 我们那个连上 黑道背景的 有前科的 就有三分之一 那你怎么去管那些人 所以你要带他们出去 出任务干嘛的 每天都被连长骂得跟猪头一样 你知道海长会被罢站 连长会被叫到营长室去罢站 我知道这个故事真的很大 但是呢 烂故事其实对人生也是会有歧视 这故事对我的启示就是工作认真的人呢 从往是悲惨故事的开始 这一点很违反你的直觉 我觉得他很违反我的直觉 从小都被教育工作应该认真 不要打混 工作认真 认真的人会有好报 好人有好报 这些事情 小学老师都不断跟你说 爸妈也不断跟你说 但是当你一出来社会之后 你就发现说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难道我要告诉你们说 工作千万不要认真吗 当然不是啊 至少以我老师的角色 绝对不应该这样讲 但是事实上也真的不是应该这样 我后面有机会我再解释 没有什么简单 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 组织 控制 衡量 绩效 这些东西 他影响的层面非常非常深厚 未来各位出去的时候 你千万要想办法去了解这些事情 去适应这些事情 否则 你可能就会是那个非职信贷的台长 而且 前几天才看到一个 一个 网制文商 他有人研究说 那个工作 怎么讲 越不认真的表现越好 工作越认真的表现会越差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工作认真之后 他的研究是说 工作认真之后呢 往往你的主管碍于情面 他不能把工作不认真的 那边的人开除掉 然后呢 他会把那个工作不认真的工作派给你 所以你工作认真就是得到更多的工作 所以这些东西对你绝对会有影响 对你 所以未来各位出去 我不想告诉各位说 你应该要认真 你应该要怎么样 这个社会多么美好 多么正面 多么怎么样 这个东西我讲不出来 上面的当兵经验 绝对不是连长无能 连长是有能力的连长 他才会这样做 他经过精密计算之后发现 他知道应该把这个排长派到这里 把那个很烂的 不想做事的 派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 因为只有这样 才不会让你整个年的绩效 被托 你要采用最好的配置 最好的配置 能力最强的去 最危险的 最容易出状况的 最难搞的 那个地方去把它搞定 这种经验对个人 对公司 对大学 对教师 对学生 其实都可以适用 只是每个环境都会不同 那又回到我们 第一个故事上面的东西 当初教育部 觉得大学老师过得太爽 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 要让大家向上提升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谁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他提出一个妙计 多让这些老师去写论文 但是大家其实不太认 然后教育部只好寄出一些 赏罚的管理的两种方式 赏罚 但是其实还有一种 除了赏案罚以外 最高程度的管理 是精神上悔 思想条款 让你主动很认真的 狂热的去投入那件事情 例如说今天我们要搞革命 孙中山去投钱 黄星呢就去出任务 然后呢 黄花刚七十二厘的事呢 就开始跳起来 去攻击那个总部 类似这样 然后最后就死官方 OK 这些人有拿钱吗 还是他们是一种外星人 因为思想上面 层级的那种理想 导致这群人去做的那件事 这是最高层次 教育部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那台湾不要说有希望 天下无敌 但是没办法 不写论文就不能生的 不接计划就拿不到钱 所以呢 现在开始大学教授 要从助理教授开始 不能从副教授开始 从家是从副教授开始 然后这样呢 这些教授才不会混吃等死 那时候的教授 因为过得太爽 都被批评混吃等死 但是呢 这样的政策好不好 所以 其实你知道教授是哪些人吗 教授就是那些很会念书的人 他们为什么很会念书呢 因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念书 那他们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念书呢 因为 因为 爸妈告诉他 你要念书才会出人头地 然后呢 国家告诉他 你要念书才能出人头地 发酵国家 那这些人呢 他不管他相不相信 他至少接受了 这个指令去念书 所以 这些人本来就是接受指令 服从指令上来 你只要给他奖赏 惩罚 他就会做 但是 写论文其实是很好的事情 有些论文真的会导致 重要的科学成果 可是 如果 所有的教授 通通都去写论文的时候 那就不太妙了 哪里不太妙 各位 你现在都身在其中 可是 很多人其实感觉不出来 哪里不太妙 但是我们的教育体制 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其实感觉不出来 那个 通灵应该感觉到 所以很可惜的是 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学生 他好像就要回台湾 训练进修部 他是 很清楚 自己 应该做什么的 哪里不太妙呢 教授们都去写论文 谁还专心教授呢 还有 其实从前有 很多教授 他的技术能力很强 所谓技术能力很强 不代表他很有解弱 技术能力很强 是说 他有没有做机器人 像我们的精彩老师 对 像赵老师 他能力很强 他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 这些能力很强的技术性老师 被迫去写论文 教授的老师 也被迫去写论文 那 会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大学教授们 就做了一些傻事 傻事呢 他们为了升等而写论文 像我现在是助理教授 我其实 完全不想生活 因为我知道情况 其实不是说不想 应该说 我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 去完成那件事情 因为这个代价 我觉得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很多教授 很多教授 其实他 我碰到他们 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说 他们在升上教授的那个时候 他说 我终于升上教授 我终于可以不用再被论文追逃 现在开始我终于可以自由 但是在这之前 他其实不一定是想去写论文 但是最后他就写了论文 因为这样他才可以升上教授 那 这一件事情 又跟另外一件事情 又挂上勾了 什么事情呢 他要接国科威计划 教授部队你的评价就是 你没有接国科威计划 你就是 就是没有绩效的老师 所以最近其实有一位同学 他去台湾念的研究所的西藏 然后呢 念了研究所 之后 他用Facebook 问 我说老师 最近我们做一个东西 然后 这个国科威计划的东西 然后呢 我帮老师做了 他努力做 但是中间有很多状况 那些状况呢 后来像材料啊 什么都很晚来 所以导致最后我们没有做好 没有做出来 那 后来就没有拿到任何钱 因为其实研究生有些 其实做的东西 都会有计划 拿钱 因为国会计划会给钱 他没有拿到任何钱 因为那个专案出来 他没有拿到任何钱 然后他就觉得很意味 他就问我说 这是对的 然后他说 他们实验室呢 都不敢太高谈钱 那 那 学长又跟他们讲说 你们做的那么烂 有什么资格谈钱 但是 背后代表了什么意思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 这个国会计划 到底想完成什么事情 如果 这些国会计划 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计划 那 台湾早就发誓太空说了 我们的科技早就超过美多了 那些国会计划到底是做什么的 所以 国会计划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曾经在台大毕业之后呢 我被我的老师 留下来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博士班老师做 是我的书士班老师留下来 他让我毕业的条件 就是 我要留下来帮他一年 他帮了我 原来他帮我 他不是我博士班的老师 但是他让我博士班毕业了 对不对 他帮我 那 但是他要求我 不要留下来一年 其实他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 告诉我 后来我是 载载听口思维 这样讲 那 我只好留下来的一年 那 这时候我就想到 看到白展的故事 到底是做得好 还是做得不好 那为什么要留我下来 我真的在想走 那 结果 我那一年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 一直在写计划 写计划 写计划 然后申请 申请 然后 我都不知道 我那年为什么要做那件事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 国会计划 真的就是写计划 然后申请 然后钱下来 然后把钱花掉 然后 完成计划 好 表面上次完成 但是事实上 那些成果有没有价值 一定 很少有价值 那所以 我也不想写论 我也不想这计划 问题就来了 各位最近都有看剧的 这个 这个很红的一部卡 那 为什么会接到这里呢 为了身份而写论文 只为了让自己身上教授之后 可以不用再写论文 那这不就很像 为了远离巨人 而磨练自己 猎杀巨人 技巧 这种想法 所以那些要去宪兵团的人 他们 听到这句话 就说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呢 为了我自身 考虑这种 愚蠢的计划 也应该要持续下去啊 我觉得 我各位计划 现在我看到的状况 那部分都是这样 不是全部的 不能一竿子打扮一尘 但是 真的很多是这样 但是 这个愚蠢的游戏 在我们的学术界 不断的玩 不断的玩 玩到大家都烂掉 还继续在玩 各位的未来也都被玩烂了 我们还在玩 干什么呢 所以 他们去 做他们的杀释 那 我总可以专心教书吧 答案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如果 不写文文 我身不上教授 好 我认了 我身不上教授 我身不上副教授 我认了 我也不想身不上副教授 我就想在这个职位上面 好好教授 可以吧 但是 可能不行 不过 我们学校算是 状况比较好 其他的学校更严重 如果我在很多其他的学校 我可能已经被开除 但是我们学校是 比较晚来成立 所以这个状况 其实还没那么明显 我们会被检讨 不被开除 像 最近我 一个网友 是台大的 洪教授 不能说 他的名字吧 台大的洪教授 他也常常发这个讯息 那我才知道 他前一阵子被检讨 被检讨 之后呢 他就 就 不得不去写论 他其实是喜欢做始作 他也很喜欢教书 但是呢 他被检讨之后 不得不去写个门 那 结果呢 上课他都 只能敷衍了事 荒废 所以 当他升上 副教授之后 他真的 他是有信仰的人 他真的 他觉得很惭愧 然后 跟学生说对不起 因为他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那 台大比较严重 所以 这个结论呢 你 教书的老师 想教书的老师 其实 是会被 排除的 这已经很明显 不需要证明 但是 问题是 那些本来就 喜欢写论文 想写论文 很高兴写论文的教授 他们可以活得很好吗 答案不是 很可能不行 他们在这个政策下面 活得也很痛 有很多人 也都 快被 检讨 为什么呢 这时候 我前两天才 突然 之间 用 用 iPad 在看那个 看那个 PPS的 那个教学 然后 就是耶鲁大学的教学 来看到 哇 他怎么把我 长久以来 一个没有系统性化的疑问 弄得很系统化 然后 告诉我 就是这个答案 什么答案呢 我请 亚鲁大学的 Fan Pollard 教授 来告诉你 那 当然 我们不能够 请他从 英国 大老院 应该是美国 美国大老院 飞过来 到清门帮我们上课 所以 我们就 飞到 Fan Pollard的教授 的课堂去 那 这个是Fan Pollard 其实你在网路上 现在 看你下牛 就飞到 对 这是一个 很棒的时代 那这是他的课 他的课程 名称叫做 游戏理论 Fan Pollard 我觉得其实这门课 还蛮值得上 那他的第十一讲 我刚好就不小心 我就觉得这个主题 跟演化之间 应该有些 很有趣的东西 我就刻意去看这一个 诶 果然KINGLE 就是我想要看的 他在讲 演化稳定性 合作 不便 和 均衡之间的关系 而且是用 游戏理论来看 他说 假如现在有一个策略 大家都采行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 这一个族群里面 大家都采行这个策略 那这个策略叫S 这个策略 原始策略S 是进化稳定的 进化稳定就是说 它会慢慢进步 而且它稳定 它不会 不会突然改变 那 突然之间呢 如果出现了一种变异 就是 不变 一种 不同 不同 DNA的生物 那一种变异层的族群 采用物头的策略 一个叫S 一个叫S 或者一个叫C C 合作 另外一个叫D D 被 被判 那 因为看不太清楚 我们请教授画大一点 那 OK 感谢教授 帮我们画得这么大 那 这个合作 原生种跟变异种 原生种是合作的 那变异种是被判的 OK 那 原生种 它其实在 原本在一个 只有原生种的环境 它们都会互相合作 所以每个人呢 都可以得到两分 那在生物学上面 它这个东西 我假设是说 像 那个 原生种 它是 无性生子 无性生子 就是 它自己不用交配 就可以产生下一代 所以它基因可以百分之百遗传 OK 那 另外一个是 它呢 不是 就是自己 自己就会产生自己 叫无性生子 自己就会产生自己 那 会产生自己的下一代 或者 一个变两个 这样子 那 后面会用蚂蚁来当例子 但是蚂蚁 真实的蚂蚁 不是这样子 真实的蚂蚁 是由以后来生小孩 而且它是有 有 有性生子 是以后要跟公蚁做交配 交配之后才会 变成一个群肉 然后才 才 开始进行它的百遗 那 所以 真实的蚂蚁 其实它并没有落入 这种 全部变成背叛 背叛蚂蚁的状态 如果真实的蚂蚁都背叛 那 你去攻击蚂蚁波的时候 它应该不会咬你 但是 事实上不然 你攻击蚂蚁波 它咬得很严重 对 对 因为 那真实的蚂蚁是由以后 双性生子 它本身无法自己决定 要不要反映下一代 好 所以它说 那就举个例子 用以朝的蚂蚁来当例子 那 合作呢 就是 齐心而立 跟扭沙蚁 那 跟扭沙蚁 可是要冒着生命危险 不是你沙蚁就是敌杀你 那 不只会受伤 会被吃掉 像那个晋级的巨人 你那些 调查队出去之后呢 就是 每个人都缺手缺脚的回来 对 好 那被判呢 就是当个逃兵 但是在这里 他不会只是个逃兵 为什么 因为逃的话太明显了 别人可能会攻击你 那些蚂蚁说 你 这个王八蛋 就咬你了 不是咬 不是咬那个攻击人 怪兽的咬你 所以呢 逃兵要有技巧的 要当逃兵 但是不可以 马上逃 所以呢 你就要在里面混 但是呢 你要保护自己安全 至上 然后 不要被人家发现 不要被怪兽吃掉 然后呢 想办法在最后的时候 大家已经攻击完毕了 然后 那个怪兽死了 然后你再出现 然后说 OK 那现在我们可以吃这个怪兽 把他当食物吃掉了 我们一起来吃吧 好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 合作到底是不是 进化稳定的策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合作对合作 其实是很稳定 如果没有背叛的话 但是一旦加进背叛的时候呢 就不一样 他在课堂上就马上叫起那个同学 不然说 OK 这两个都是合作版的蚂蚁 所以他们收益是合作对合作 所以各自收益为二 那这时候他们就会 各自再生出一个小孩 OK 那就反演出更多的蚂蚁 那整个总群中 合作的型蚂蚁互相配对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跟他好处 会繁殖出更多的蚂蚁 但是 假如今天产生了一个图片体 是不合作型的 那这个不合作型的蚂蚁 出来之后会怎么样 他们图片 采用的策略低 不合作 可怕的图片 这时候他把助教拉起来 助教永远都要当坏人 对 助教拉起来 拉乎的助教 现在他是可怕的图片体 那 我们把他跟一个合作型蚂蚁配对 拉起一个学生 合作型蚂蚁 他跟这只蚂蚁配对 那 这个蚂蚁叫尼克 尼克他没有图片 他与生俱来 基因就 他的Wire 就是 硬体烧入 就烧入进去说 他永远都要合作 他不可能 会不合作 他是一个永远合作的蚂蚁 基因上面就决定了 他要永远合作 谢谢 他选择合作 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但是不幸的是 他碰到了一只不合作的蚂蚁 这个教授很好 他还为这个不合作的蚂蚁做了一下辩路 这不是他饿 是他与生俱来 基因就这样子选择了 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 合作蚂蚁 尼克 碰到被判蚂蚁 那个助教 尼克呢 得了几分 零分 那个助教得了几分 三分 所以这下呢 尼克不止没有生小孩 他自己都死了 那助教呢 生了很多个小孩 那对于尼克这只合作型的蚂蚁 而言呢 他的收益为名 所以他被劣态 劣态 品质不好而淘汰 所以呢 尼克就死了 那拉芙蚁的收益呢 是三 所以突然间 就不仅仅只有一个拉芙蚁 把另外一个助教叫起 看嘛好像有很多助教 我们上课怎么一个助教都没有 好 那突变的个体 突然就变多了 好 这个突变个体 数量会增长 诶 请问现在是几年纪 12年纪 12年纪 我快一点 尽量在12点半之前结束 那如果真的肚子饿的同学 那就去吃入才能关心吧 那所以大家 最后其实 这个生态系演化下去 和作型蚂蚁 会被殲灭 是不是 那最后大家都只能得到 碰到被判 碰到被判的时候 大家都得零分 被判碰到 碰到被判的时候大家都得一分 被判碰到合作的时候大家都得三分 但是已经没有合作型蚂蚁了 所以呢 大家都只能得一分 而不是原来的两分 那为什么会从一个原来两分的事件 不是通常应该很好的吗 达尔文的进化论 叫做进化论 它没有叫退化论 所以自然选择 应该这样选择之后 它会进化 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 根据假设 它会退化 那 为什么呢 那进化论 不就 不就找到了一些反例 所以自然选择 在这种游戏理论的推论之下 它是可能糟糕而低效的 但是那些糟糕而低效的 种类或族群 很可能会被灭绝的 但是它们被灭绝不是一只一只 但是 是什么被灭绝 因为他们糟糕而低效 他们大家都不合作 结果大家都吃不到辞入 然后另外的副种比较强 他们就被淘汰了 但是被淘汰 不是一只一只淘汰 是整群一起淘汰 所以这种真误不存在 是有道理 因为他太赖 他们不合作 所以总结一下 当合作型群体里面 突变出背叛型之后 会发现 合作型群体是 Evolutionary Unstable 就是说 它在进化里面是不稳定的